台中的独家报道 我们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 停车阁要看仔细 台中大坑山区 每到假日就有上万的民众涌入 停车阁一味难求 有骑士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机车停车阁 下山却发现爱车被拖走了 原来他颇小心停到了被吐销的车阁内 另外就是在太平区有一处公有停车场 又有车主总是会把爱车 误停在出入口前的车阁内 黑色进口车停在被吐销车阁内 仔细看车阁旁有一整排的防撞杆 这台车居然就停在停车场出入口的通道上 造成其他车主进退不得 也不知道这辆车驾驶是误停还是贪图自己方便 总之被挡到车主气炸了 写字条入骂 指责他影响其他人进出实在太恶劣 另外在大坑东山路旁人行道 原本也划设一整排停车阁 日前被吐销却还是有歧视 赵庭不悟 结果遭到脱掉开罚 我如果看到这个我就不会停 所以我就会去找其他可以停车的地方 惩罚过就知道说不可以 原车阁被吐销是因为在更靠近登山口的地方 是否有开辟新的机车停车场 但依旧还是有不少歧视 违规误停 他应该要涂干净 如果有人停其他人都会跟着停 习惯嘛感觉习惯问题 以前曾经停过 现在又会去停 就像陷阱一样的感觉 会觉得冤枉 辖区警方强调 突销时有规划两周的劝导缓冲期 但现在开始会依规开单 依照台中市的地方法规来规定的话 三公尺以上的人行道 是可以停放机车的 那如果有设立禁止停车的排面的话 原则上还是以排面为主 属于禁止停车的违规行为 民众下回停车前 还是要看仔细 避免停错位置 惨遭拖掉开单 荷包大失血 这里中红杰明 台中博动